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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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陳婉彤 現在就在廣州工作著 我現在所身處的地方就是在福田可岸 今天我是和我的朋友 在廣州大學乘出發 來到福田可岸投票 今天整個投票流程 亦比我想像中順暢和見利很多 我們基本上只需要過了內地的關口 再過香港的關口 一下去就是我們的投票地區 而且今天整個地方的工作人員 和義工是非常之多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可以直接 跟著他們的指引 就可以去到我們想去的目的地 亦都是很方便的 亦都是比我想像中快速變長很多 今天去了深圳香園為投票 我們由歌門出發的 整個投票過程 大概十多分鐘就已經結束了 都很方便 看到在投票區有很多來自香港人 今早我六點多就起床了 我七點多就出門了 差不多八點就到了下路 之後我們就去了香港 很順利一切 之後我們八點五點就投票了 之後就回來了 整個過程應該遇到差不多五分鐘左右 這次是香港落實外國者治港的首次立法會換屆選舉 當我們知道政府為了方便我們 來地港人參加這次投票 在深圳三個航案都設立了投票站 我們同學都很激動 除了小部分學生可能會因為考試 我們學院大概有八成 符合選民之間的同學都一起去到現場投票 我們自己租了一輛車 去了洛馬州福奇航案投票 現場其實有很多工作人員和義工 積極敢為我們去做一些寺人 現場秩序都維持得很好 我們去出境投票再到入境 整個過程其實用了大概十分鐘就完成了 我早上都從深圳的郊區的地方到達關口 作為一個香港的青年 是有義務要去支持 去投票給愛國愛港的候選人 期望香港可以儘快恢復經濟繁華 其實作為一個香港青年 我都非常留意香港的事成和事務 但是因為疫情原因 我已經留在內地是大概一年半左右 沒有回香港 如果今次不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 是在口岸設置了這個投票點 我是很明顯是不會回香港去進行投票 所以今次非常感謝香港特區政府 也都可以是建立了這個在口岸投票的點 是比我們這班其實都很關心香港時事 但是因為在深圈內地是投不了票的香港青年 是可以盡了自己的公民而無責任 去投回自己心目中的一票 在我身邊其實還有少部份學生 其實是符合選民登記資格的 但是沒有去登記成為選民 我希望除了可以通過自己的宣傳之外 政府可以加大力去做這些宣傳 落實外國者自覺 一起去旅行公民責任 希望今天我們都盡了香港少民投票的責任 希望由外國者自覺 香港有一個好的未來 我們都嘭訪了